大家收看小李说球成都世锦赛 恭喜中国女团晋级四抢 他们下一个对手应该是省队啊 但不太重要啊 最重要的还是决赛打日本啊 日本呢 刚刚呢也是2比0了 两个选手已经胜利 第三个选手是长廷美右吧 呃 再打是吧 已经赢了一局 基本上是中日还是会吃四抢啊 孙颖沙呢 刚刚是11比4 11比4 11比3 打赢了伊内斯 呃 王曼玉是3比0 战胜了邵杰尼 也是11比6 11比6 比11比5 呃 陈梦3比0 富裕11比4 11比2 11比5 然后我们是大获全胜 这样的话呢 今天还是用了这三个人 估计还有六场比赛 六场比赛估计还是应该是不会 90%不会换人了 然后这样的话 王曼玉是吧 呃 陈欣彤一 出场一四 然后王毅迪出场两次 两人 哈哈 抗赢 世界冠军啊 但不管怎么样 人家也是在这场外给大家加油嘛 但确实也不用太激动 毕竟我们打得太好了 一局啊 就陈欣彤丢了一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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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该丢的是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丢一局丢一局不够应该应该多丢几局是不是 让他们看看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其实挺小的没有那么大 就那么让一让一让也是应该的 陈永彤懂人情世故的这是 看让他们看似的其实差距还是很小的 打日本的确实是关键 估计决赛呢 分兵到底谁一单谁二单谁三单呢 其实我觉得一二三都很重要呀 你不管因为呃 除了三单我觉得除了三单他们他们三单弱一点之外 他们的一二单都很强啊 但三单也很重要呀 三单你是收官的 你收尾啊 那我们一单跟二单赢了 你三单你没有理由不赢呀 你三单输了 你那你废了 对吧 三单很重要呀 三单是最后时刻 你觉得不重要吗 那你三单输了 剩下他们一单又出来再打一场赢了 啊 就你三单输了 你觉得三 你觉得谁打三单谁输球谁有脸吗 所以说都重要啊 就像郭延说的这个三单一二三单呢 在在国平里面呢 其实确实分的不是那么细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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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赢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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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他妈是赢球 就是这么重要吗 没办法是吧 无敌无敌又是这么近 就是这么强的 上次的话不是刘世文 其实一其实二单输真的不怕 如果你一单赢了 二单输真的不怕 就怕了一单输了呢 二单呢就开始玩了 二单一玩了吗 三单三单压力又大了 那三单其实三单输了 你也不怕 一单再打嘛 一单不行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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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一场嘛 大不了就五场 这就是国平什么实力呢 我可以输一场 我哪怕可以输 我两场都可以输 大家都可以调整的 不怕 这就是当年打我们打日本 虽然说刘世文输了一场 输了一分嘛 但输了一成了嘛 但确实我们还是赢了 就是那场比赛 其实看的挺惊心怒魄的 毕竟 你第一开始输球呢 跟之前一样嘛 之前也是刘世文开始输球 2010年 怕又是吧 时隔八年国平再来一场 是吧 结果还是赢了啊 说到这里吧 我们还是期待这个后天的比赛吧 感觉没有劲呢 我们这比赛看的一点劲都没有 是吧 然后就是期待冠军赛 还有这个世界杯吧 说到这里 期待中国女平一点越来越好 但中国男平呢 最新预告 他们应该是打贵点吧 不管哪回答明天再看吧 他们也是晋级八强了 这也没有太大压力啊 太强了啊 你看咱们现在打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压力 看的可牢牢 感觉就不够热闹 你知道吗 他没有什么意思 可能也跟现场没有观众 有原因吧 毕竟看的现在女排呀 在女栏都有观众 在中国这个没有观众 不过还好 是吧 新乡和这个澳门 都应该是800%都售票了 只要他们售票的话 其实还可以看了 下次就该是有观众了 有观众的热闹 有观众跟没观众 看肯定是不一样的